给小保姆曾给这个天蝎色男人一个耳光 就被他给盯上 小保姆却不知 这个对他血寒恨满的富豪 背底里却绑在了他的男友 甚至安插眼线 把小保姆玩弄在手掌之中 更卑鄙的是在二人订婚宴上 送让男友未出世的孩子当作大理 纳兰听过这个消息后 备受打击 高尔却觉得慌疼至极 他拉着女人赶出门来 警告不要再次出现 可二人的订婚也就这样不惯而散 偷着你的锁格与小鱼 正在庆祝自己的杰作 并信誓旦旦的表示 此刻纳兰虽然很伤心 但自己定会让他幸福 转天脚上 小鸽心事重重的呆在人地 早已看出他的不对劲 原来安插的女人神秘的消失 这让他很苦恼 他被安排仆人曾经纳兰家里探究竟 伍人在纳兰妈妈口中得知 女人被奥尔囚禁在修水场 殊不知女人此刻已经被纳兰带走 纳兰抱着一丝希望质问女人 如何证明孩子的爸爸是奥尔 可当看见一张照片后 他彻底崩溃 无论男人怎样否认 纳兰内先已经不再相信 半年聚会的拿下订婚戒指 回家后的他把自己锁在家中 不肯吃东西也不肯对人 而奥尔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段女人随即又详情带在纳兰 必用赶朗一眼做清洗鉴定 可医生却告知 到一个月以后才会有结果 医院门口 奥尔生气的把女人造私赶走 殊不知 他就在背地跟踪女人 而此个女人 仍然不知事后的男人 直接打给了索德 告知了自己的情况 随即又在公园见面 可当女人着急等待索德时 一个男人坐在了他的身旁 没等二人说话 奥尔上枕一把发动男人 男人一眼眶圈 可当男人孩子跑过来时 奥尔明把自己的乳马认错了人 此刻另一个男人 正在全身关注地看着这一切 而另一天 索德的母亲为拔赛索德的主居医师 分过纳兰肯定食物 可多日的情绪导致纳兰直接晕倒到地 索德只好慌张地奔跑而去 霸气的一把抱入怀中 送到了自己的房间 不久后 纳兰见面苏醒 医生告诫他要多加生死 看着心爱的女人 索德心里很不是滋味 随后吩咐婆人去给她准备食物和药物 并霸气地不准她下床 夜晚 纳兰已经熟睡 索德渐渐地走到她的身旁 大二小抚摸曼兰去被美心打断 索德也只能转身离开 清晨 一阵急促的门音声响起 前来的就是奥尔 他得知女友在豪宅整夜未归急忙赶来 索德的一句话激怒了这个男人 而这一幕恰巧被纳兰误会 他怒斥男友的冲动行为 随后也向索德道了歉 而正当二人说话时 母亲再一次打乱了这份霸气的爱慕 他至于此刻纳兰为何没有回去 昨天的事情让自己很丢脸 便要把他赶出家门 但一旁的索德却很不满母亲的行为 要护送纳兰回家 面对母亲 索德一次次霸气地维护 让他对纳兰更是怀恨在心 不到家中的妈妈来纹鱼一阵 姐姐此刻决定做点什么 他拉着妹妹来到了奥尔家中 意想不到的是 姐都直接冲进了厨房 拿起刀就奔向了女人 面对这样的状况 在他女人大叫 但无论其他人怎样劝阻都无济于事 女人害怕极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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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你 你 你